亦有亦无,有,非有非无 无中记住事件,且上面都加一个无 无有,无无,无亦有亦无,无,非有非无 然后第三个 亦有亦无中记住事件,说亦有亦无,有 亦有亦无,无 亦有亦无,亦有亦无 亦有亦无,非有非无 就是加上去,非有非无中,据事件 非有非无有,非有非无无 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 非有非无,非有非无 那就把他排列组合加下去而已 其实也不必管他,管他有无 反正就是模拟两可,外道的思想 念到最后,反正我们也搞不清楚是有还是无 对不对 我们还好,还有课本 新加坡马来亚的人听到 他就会写信来 麻烦法师帮我记一本 有,非有非无,无,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 他就会需要一本这个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外道的不敢肯定的思想 看起来好像很难,其实也没有什么 就是模拟两可 因为没有如实之嘛,如实见嘛 再来,六十二件 色受想形式,这五音 每一音中 有,把笔拿起来 标号 音大,我小,我在音中 画一个一,写一个一 我大,音小 音在我中,写个二 那么,离音是我写个三 基音是我写个四 就这样子 这就好办了 那变成二十件 乘以过去,现在,未来 就成六十件 然后加上断件 断件就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加上长件 人死了以后,来辈子还是人 好了,六十二件的表 十一页,最后一个表 色受想形式,这五音 这怎么念呢 这色法里面 这个色音 五音嘛,色音 音大我小,这什么意思呢 色音,近西空界,片法界 一个色音,它大 一个我,一个观念的我 那是比较小 我们想到,色音是具足一切的 但是这个我是,是比较小一点的 我,我是在音中 为什么,因为音大嘛,它包容我嘛 然后,色法 第二个鉴定就是 色法里面,我大,音小 我比较大 这个色法比较小 所以音在我中 第三个观念 色法,离音 有一个我 色法 当下这个音 就是我 执着这个色音是我 那么这个受法 从头也是这样念 受音里面 有一个 受音大我小 我在音中 受 受音 我大音小 受音在我中 受音 受音呢 离音是我 受 疾音是我 离开这个受 有一个我 疾这个受法 有一个我 想 也是从头开始念 想音 行 也是 是 也是 所以色法 四个 受法 四个鉴 想 四个鉴 行 四个鉴 四四个鉴 五 乘以四 就是二十 二十 乘以过去 现在 未来 啊 就是六十 六十 加上 断 鉴 跟长鉴 就是六十二鉴 然后再翻过来 翻过来 颜 而 鼻 舌 生意 六根 每根 各有苦乐 不苦不乐 不苦不乐就是 受 就是舍 就是舍 这个不苦不乐 不是本性 弄清楚 这个不苦不乐 就是愚痴 没有办法 分辨苦跟乐 不是捏盘那种 不苦不乐 不是大车大污 那种不苦不乐 你要弄清楚 这个是愚痴的 不苦不乐 那么三种兽 有十八 十八鉴 色身香味 触法六层 每一层 各有好 饿 平 平就是 不好 也不饿 三种层 也有十八鉴 和 三十六鉴 三十六 乘以过去 现在未来 就是 三十六 乘以三 就是一百零八 这个表 你看 颜而彼此的生意 六 乘以苦不乐 不苦不乐 三六 十八 色身香味处 乘以 好 饿 平的感触 那么 也是十八鉴 十八加十八 就是三十六 三十六 乘以三 就是 一百零八 叫做 一八 一百八 一百八鉴 就是一百零八 好 上面所说的 单四鉴 负四鉴 巨竹四鉴 六十二鉴 一百八鉴中 每一鉴中 都有八十八十 每一个鉴 都有八十八个十 身鉴 边鉴 鉴取鉴 借取鉴 斜鉴 叫做 五历石 叫做五历石 力 表示 速度快 反应 非常快 我们人 一说话 就行 我 我鉴就出来了 身鉴就出来了 用手 手指头 指着自己的鼻子 我 马上跑出来了 所以 身鉴 边鉴 鉴取鉴 借取鉴 斜鉴 就是五历石 贪成吃慢鱼 就是五顿石 五顿石 就是第二念 身鉴先起来 你就起贪 为我而贪 五顿石 其实这个力跟顿 只是第一刹那 跟第二刹那 其实速度快得不得了 力跟顿 只是在极短时间里面 方便说力顿 其实都是差不多同时的 比如说你看到一朵花 你当然执着一个 有一个身体 在贪这朵花 对不对 看到花 同时马上就贪 可以说这样讲 所以就 欲戒 色戒 无色戒 欲戒 色戒 无色戒 和苦极灭道 四地 有八十八十 俱色论中 有一句解释八十八十 苦下 俱一切 就是苦地底下 十十全部俱足 有八十八十 俱色论中 有一句解释八十八十 苦下 俱一切 就是苦地底下 十十全部俱足 就是苦下俱一切 把身鉴 边鉴 鉴起鉴 鉴起鉴 贪生吃卖乙 通通俱足 极灭 各除山 极地 跟灭地 除掉山 就除掉 身鉴 边鉴 跟戒其鉴 因为极一切的烦恼 我们对这个极地的真理 不了解 只要 鉴 贪生吃卖乙 就会让你 造极一切的痛苦 身鉴 边鉴 戒其鉴 这个都离不开这个鉴 都离不开这个鉴的 都离不开 鉴起鉴的 所以 会归起来 不需要这三个 单单这七个 极地底下这七个 就足够造生实验 灭地 就是 对 对这七个 使不了解 所以 无法 对真理了解 控制不住 因此 就是说 鉴邪 贪生吃慢 以这些 鉴 无法破除 所以灭地 没有办法 因此 极灭 各除山 除山 为什么要除山呢 因为不需要 身鉴 边鉴 戒其鉴 才照应 这个 对这个极地 跟灭地 这三个 不存在 那也是 扰乱我们的身心 道除以恶鉴 道除 除掉什么 除掉生鉴 跟变鉴 道地底下 除掉生鉴 跟变鉴 这个要说明 为什么加一个 戒起鉴 道地底下 为什么加一个 戒起鉴 因为在修行的 过程当中 有的众生 迷茫于戒律 迷茫于戒律 比如说外道 持那个不必要的 戒律 是不能成道的 所以 对道地的选择 不正确 这个也造成一种痛苦 也造成一种迷茫 所以道地底下 必须加一个戒 意思就是 你必须要持正确的 你要认识 道地底下的 这些痛苦 尤其是戒律的选择 外道选择错误 所以他有加一个 戒起鉴的痛苦 知道吗 知道吗 因为他选择错误 所以说道除以恶鉴 道地底下 身鉴边鉴除掉 但是这个戒取鉴 还是存在 因为他选择错误 为了要修行 结果搞到外道去了 上二不行称 二 上二就是上面的 色戒跟无色戒 除掉称 他不会生气 这个不行称 其实不是断掉称 而是第六意识的 这个称心不起作用 扶住而已 扶住而已 上二不行称 种子是没有断的 要不能怎么说三戒六道轮回呢 这一点尤其要说 上二不行称 不是说色戒无色戒 不行称 那不会称恩心 那就永远不可能落入欲戒了 为什么他不生气了 不 是暂时得到称恩 色戒无色戒 他不生气 只是说福第六意识 不是断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上面三句是指欲戒而言 下面一句是指色戒跟无色戒而言 欲戒的苦地底下 具有十十 所以说具一切 极灭二地底下 除去生见边见 借起见三十 又七十 所以说各除三 极地跟灭地 各除三 又生下七吗 道地底下 除了生见跟边见以外 具有八十 加一个借起见 因为修道需要选择 对选择性的错误 对选择也会带我们 一个见地上的困扰 所以道地底下 这个困扰也是见起见 就是见起见 所以说除二见 除掉生见跟边见 所以界起见还是存在 那么这样 欲戒的四地底下 共有三十二十 善恶就是指色戒跟无色戒 这两戒每一地底下 比这个欲戒 多出其一个称 多出其一个称 苦地出其一个称 就变成九 极地 在欲戒里面的极地是七 那么色戒无色戒就是六 灭地 在欲戒里面是七 除掉一个称 就变成六 道地 在欲戒是除气 生见跟边见 生见跟边见 但是在色戒里面 加上除掉一个称 没有称 就是生见 边见 称没有 也是变成七 所以说 多出其一个称 变成苦地底下 变成九个 极面变成六 道地就变成七 所以色戒 四地底下 共有二十八十 无色戒 四地 也是二十八十 那么这样三戒四地 变合起来 八十八十 这是见货的分级 看这个表 三戒的见货 欲戒底下 苦地 俱一切 从生见一直到 宜 实实 极地 见邪 贪嗔之慢 宜 没有什么 没有生见 边见 戒取见 所以剩下七 灭 也是剩下七 道 剩下八 为什么 加上一个戒取见 为什么要加上一个戒取见 因为 选择真理 一定要持对戒力 持错了戒力 变成外道的一种错误 色戒 剩掉一个称 枯 剩掉一个称 就变成九 极力 剩掉一个称 就变成六 灭 剩掉一个称 就变成六 道地底下 剩掉一个称 就变成七 所以就二十八 无色戒 也是二十八 所以三十二 加二十八 加二十八 两个二十八 就是五十六 三十二 加五十六 就是八十八 来 翻过来 翻过来 十四页 十四页 失货 什么叫失货呢 当我们修行的思维道理的时候 才可以断掉的货 叫做失货 有八十一品 便是 便分的 三界为九地 三界为九地 每一地有九品 记住 每一地有九品 九九就是八十一 九九就是八十一 一界一地 五趣杂技地 为什么要讲五趣杂技地呢 因为这个 五趣就是六道轮回 没有一个阿修罗 天啊 人啊 第一恶鬼畜生啊 大家都杂局混杂在一起嘛 就像我们人间一样啊 人间一样 天人来到我们人间 我们看不到而已啊 我们人道啊 还有啊 第一道也在我们人间啊 我们看不到啊 恶鬼我们也看不到啊 畜生我们看得到啊 通通住在这个地方 玉界里面 社界有四地 出禅 离生喜乐地 离生喜乐地 那么第二 定生喜乐地 第三 三禅就是离喜庙乐地 四禅 舍念清净地 那么空界呢 空无边 世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想非非想处 这九地各有上上上中上下 中上中中中下 下下九品 四货 合成八十一品 四货 武器杂基地中 有九品 贪嗔吃慢 上八地 各有九品 贪嗔 贪吃慢 而没有称 总共八十一品 四货 列表如左 列表如左 三界的 四货 玉界 色界 无色界 武器杂基地底下 贪嗔吃慢 那么 所以 乘以九品 欲界里面就九品了 那么 色界 无色界 因为他没有称嘛 所以只有贪 吃慢 贪 吃慢 贪吃慢 所以出禅 也是九品 二禅 三禅 四禅 都是九品 无色界 也是九品 九九 八十一 九九八十一 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了 然后 把你们的教官纲 拿出来 这么样子的话 就有一点点消息 就有一点点消息 所以说 在这里念一下 就晓得了 从这个六十四页的第二行 贱货 有八十八十 四货有八十一品 贱货的八十八十 是旧时时 以对三界四弟而论 时时 就是身边贱借邪 之五历时 以夫贪嗔吃慢瑜 之五顿时 共为时时 然后就三界四弟 如因 虎下俱一切 极灭各出山 道除于恶见 善恶不形成 四位八十八十 无论单四贱 贱四贱 巨族四贱 十六四贱 把瓶拿起来 十六支箭 把瓶拿起来 佛光大师典 配给三百八十八页 佛光大师典 一步一万块的 一步一万块的 三百八十八页 好 在旁边十六支箭 完全开展 完全从五硬的执着 开展出来的 射受响形式 开展出来的十六支箭 这个不必再说了 完全是迷五硬 开展出来的错误之箭 错误之箭 六十二箭 我们已经讲过了 印度外道所值 一百八箭 就是一百八个烦恼 外面也讲了 以莫不具足 八十八十 是这箭或 道浪浪漫 无穷尽 其是八十八也 是或是贪嗔吃慢 此非五顿死 乃是正三毒 跟五顿法 而不同 五顿法而不同 言八十一平则 是就三界九地一论 九地中 每一地有九瓶 如玉界无去杂地地的贪嗔吃慢 分为九瓶 那么上上上中上下 中上中中中下 下上下中下下 玉界地有九瓶 上二就是上二界了 色界无色界 色界四地啊 无色界四地啊 加起来就八地嘛 所以上二八地 这个八地不是菩萨啊 不是八地菩萨啊 是上二界加起来有八地 亦各有九瓶 共八十一平 上二八地 就是出禅 离生喜乐地 二禅 三禅 四禅 为色界四地 空无边 四五边 无所有非想非非想 说无色界四地 共成七十二平 和预计为八十一平 并重者 并重 是比烦恼深厚 烦恼后 树根有钱 说根顿 葬 为话此类 必三藏教 比较合这个基 所以说 未说三藏教 烦恼烧轻 而树根烧后 见思并轻 为话此类 通教 死和物基 所以说 未说通教 无明 就根本烦恼 以事 出世间一切诸法 无非真如实相 而众生 不明了 是说无所明了 所以说无明 一如事意 其他 事意里面有讲 事意诸法是极面下 一切法不可的 不可以语言说 根本不能用语言来说 用语言来说 就不快乐 所以我们人常常说 我今天好快乐 I'm very happy today I'm very happy today 我今天很快乐 那意思就是 有一天会很痛苦 意思就是有一天会很痛苦 当你尝试品尝到 泥盘的不生不灭的时候 哪一种乐 这就没有起伏高低了 永远就是这么样 诸法从本以来 常至极灭相 为什么常至极灭相 一切都是虚妄相 不实吗 当体极空的东西 极灭则哪里有依 哪里有侍呢 这些所谓 世取刚中 笨无识法 因病射药 大刚为侍 开前显示 究竟归一 依为实 三为权 前时相对 都不得已而有言说 是不得已的 若论本体 不但不可明示 亦不可以明依 所以非前非时 不能讲权 也不能讲死 然所有的非前非时者 非为出前时外 不能离开这个权时以外 别有一法 名非前非时 但以权就是实家之权 就是权就是实家之权 就是离不开死 所以讲就是非权 不能另外有一个权 顾及非前 这个非前就是 不能另外设一个权 这个权就离不开死 离不开一个死 死教 所以死是权加之死 也就是非死 不能离开一个权桥 方便的话 还有一个死 不可以的 所以说波及水 加之波 就是非波 水就是波加之水 所以说非水 究竟同一个私信 屋跟水都是同一个嘛 所以私信 哪里在波水以外 灾 灾还听那么大声呢 来 方看六十五页 六十五页 倒数第二行 三藏教 就是所讲的藏通别缘 这是小圣教 四阿含经为主的精藏 皮尼为绿藏 阿碧坦为论藏 而我们一般所称的三藏十二部 那么就是精藏 那么就是精藏 绿藏跟论藏三藏 倒数第一行 教仪云 也就是释教仪 辞教明 因缘生命 释地 也就是说 小圣主要的思想 是建立在因缘法 生灭的四体 什么叫做生灭 什么叫做因缘 是因缘 果 所以简称因缘法 那么有真有减 就是因缘果法 也就是说 用意识心来修行 是一种生灭 也就是我们平常的 累积的一种经验 用对峙法 也是生灭法 用取舍法 也是对峙法 要是大圣法 就不是这样讲 这个小圣就是 滴滴缺缺 有苦 滴滴缺缺 可以对峙这个苦 大圣不是 苦是幻化而传的 无苦可灭 无道可修 所以小圣 因缘生灭 最主要建立两个观念 就是一 用意识形态在修行 因为他不是用本性 空性的真如智心去修行 他用累积的经验 长时间的克制 克制克制 就这样子 第二 就是用取舍心 对峙心 这个叫做用生灭 这个就是落入意识形态的生灭 比如说 我们过去有贪心的习惯 我要对峙他 这是小圣的思想 要大圣的思想 我们过去有贪心 现在一下子观照 本来就不必要去谈 你本来没有这些东西 无心无尽的东西 你谈什么 那就会归到真如 因此持教明 因缘生灭 世圣地理 最重要的就是 以第六意识 修行为主 所以正教恶圣 旁化菩萨 最重要的是对 深宫跟原觉的教导 那么旁化附带的 是教化这些菩萨 所说的三藏教则 经律论为三 各含一切文 一切意 顾名为藏 含有一切文 一切意识的一切道理 顾名为藏 此事能全教明 试阿含底下 详如诗意 后面就有解释 诗意 阿含 也叫做 阿吉多 意云 阿吉摩 这只是说 中国话把它翻译的音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是楚夏之别 梵音就是印度 楚夏之别 楚夏就是中国 梵音就是 古时候印度 他用巴黎文跟梵文 巴黎文跟梵文 那么楚夏是中国 所以只是翻译的音的问题而已 那么 此番教 又翻法规 又翻传所说 就是传佛所说 把佛所讲的时候传下来 又翻译着无比法 为什么无比法呢 就世间来讲的话 都是对立法 就阿含来讲 可以让你超越三界 可以对峙一切 那当然是最高 世第一 世间的第一法 那就是初世法 那就是无比法 如果通的来讲 大圣小圣 都可以叫做阿含 都可以叫做无比法 但是就别来讲的话呢 有争议阿含 有长阿含 中阿含 长阿含 正义阿含 就树来明法 就树 比如说 人 那也必须持五界 天 必须行十善 哪个五 一个十 所以就树来明这个法 就是人天 所以因此 那么 正义阿含 专门是讲 人天圣 人天音 修五界 行十善 那是人天音 再来 藏阿含 这个不是念 长 这个念 藏 这是说明世界的 生起 这是专门破外道的 因为外道所讲的 都是什么 神啊 中国人讲 排骨开天啊 基督教 耶稣基督教 天主教 讲的啦 是神来创造的 那么 佛教在这个 长阿含经里面 是说明一些 世界的 生起 世界的 生起 再来 中阿含 明诸法 的深意 中阿含 是讲一些 佛法上 比较深入的 很深的道理 再来就是 杂阿含 杂阿含 将人讲禅定 那意思 说明禅法 如何修定 这是摩克加塞 请阿难陀杰吉 所以就这是阿含 再来 看到 比尼 在比尼的这个地方 画一个框框 这里讲到比尼 也就是 比那也 这是翻译成善字 因为持戒 可以对字 习气 也可以调伏 内在里面的贪嗔痴 也翻译成 灭诸恶 这个灭就是灭诸恶 也翻译成律 律是调音声的高低 叫之律 因此调伏 因此调伏我们内心的 或者是外在的身心的 这个叫做律 我们是戒律 能够调伏身心 取一定的 安详 稳定性 明就是律 这个律本来 是调音声高低的 叫做律 通 则 佛所说教 都可以叫做正法 批尼 因为经跟律 论都是令众生解脱 所以你批尼是吃戒 最重要还是要讲解脱 你经跟论 也是要叫你解脱 还是一样的 还是一样的 所以说通 则 佛所说的教 经律论 通通可以叫做批尼 因为都是叫你吃戒 经也是叫你吃戒 论也是叫你修行解脱 一样的 戒律也是叫你修行 目的是一样的 如果就比个别来讲的话 因事所至 因为所发生的因缘 所发生的因缘 所以制定 这个戒律 五篇戒相 这是指比丘戒 在五篇的戒相旁边写一个 指比丘戒 那么因为 我们在家居士 不是出家人 不是比丘 比丘你 所以我们五篇戒相 这里不能讲 就是说 比丘戒里面分五个等级 犯什么罪 判什么重 分五个等级 分五个等级 有重 然后讲到比较轻的 那就是五篇戒相 简单讲 你旁边写止 比丘戒 那你就晓得了 谋合加设 请优不离尊者 阶级 优不离尊者 专门持绿第一的 陈平尼战 平尼战 那么出为一步 刚开始只有一步 后来因为分针 就分成大众部 和上座部的介立 后来又分针十八部 久后流传 只留五部 就是说 现在所用的四分力 五分力 磨合升起力 等等 只留下来 比较 只留 为什么只留呢 有的是没有翻译过来的 有的是太监设了 那么有的呢 没有范文版 所以十八部里面 在中国 只留五部 在旁边写个 流传中国的介立写 只有五部 流传在中国的介立写 只有五部 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 久后流传 只有五部 是因为范文 没有来到中国 范文版 没有来到中国 所以没有办法翻译 因此 剩下五部 那你想想看 佛陀当时在世的时候 那么 这个是原始佛教的 这个生活 佛陀灭渡以后 一两百年 介立写 就分成十八部 因为 这个介立 以前 广华华师教我 曾经整理过 我给他画一个科表 在这个杂志 也曾经看过 所以我对这个年代 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那时候 在南普陀 那么 他叫我整理 那我就把它画一个科表出来 那么 那个时候 分成十八部的时间 是佛陀灭渡以后 一两百年 就会分裂成十多部了 所以说 我们佛陀灭渡以后 没有办法问 没有地方问 因此各说各的 所以说这个末法 怎么会不分争呢 连那些正阿罗汉国的 没有究竟圆满的阿罗汉国的 意见都会有不同 哪有说 我们后代末法的众生 连看到一个阿罗汉都没有 那怎么不会分争呢 佛当时灭渡以后 阿罗汉都会有法治 那何况我们今天 因此各说各的 那唯一的 那就是依法 依大圣的四项法为印证 依小圣的三法印为印证 所以这些很多高僧大德说 台湾没有地方可以参 所能参的就是依法 按照你的本性 好好地去修学 流浪 有的徒弟在不想流浪 流浪 到处跑 到处跑 光来光去 流浪到最后怎么样呢 都会在外面随便住一个房间 没地方去嘛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嘛 哪一个道长师说 他的法师说 他一直为了成就徒弟 他一直跟你上课 一直跟你上课的 那很小 很少的啦 所以到最后就是怎么样 住一个房间 住一个房间 身上没钱啊 没钱怎么样 按一支电话 按一支电话 在做什么 感激战啊 有时候要念经啊 要赚钱啊 没有的话没办法啦 没办法我生活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也很麻烦啦 很麻烦啦 我说人很奇怪啊 人很奇怪啊 也觉得太不可思议 他没有自己受苦 这样没办法 人不要自己受苦 没有办法啊 因此啊 因此啊 末法啦 当法师的人 我们很了解 所以啊 当你品尝到这个不生不灭的涅槃的气息的时候 你是什么时候就感受到众生的浮动 肤浅啊 幼稚啊 股灶啊 实在是很可怜的 佛陀说 世民可怜民者 他一定要这样东奔西跑 一定要这样吗 因为你是个师父 你了解心理上的 这是一切本不生不灭的东西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 所以简单讲 什么叫众生 就是圣人想不通 他为什么要这样 叫做众生 你搞不清楚 他这个有什么快乐可谈 那就是要这样子 你有什么办法呢 对不对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愣眼睛 也只能讲 四名可怜名字 只能讲他很可怜 其他没什么话好讲的 对不对 阿比谈 中国话叫阿比达摩 阿比达摩 此番无比法 无比法 有五番对法 就是对峙法 通则佛所说的法 都叫做阿比谈 都是对峙你的烦恼 别的话 这摩赫加塞 至极佛所说论 以及阿罗汉所造的诸论 名为阿比谈 问 半满皆有三藏 半就是小圣 满就是大圣 小圣也有三藏 大圣也有三藏 为什么 指名 读名 这个半字法门 使来当作三藏 小圣教 那 总共有两种 这凡就是共 共有两个道理 一则 半字 三藏 半字 三藏 不 字 个别 这个字 就是把书信 放在一个口袋里面 小袋里面 把一个袋子 一个袋子 把它排得很整齐 把它分开来 所以这个半字 三藏 就是同类的 归纳在一起 所以这不字 个别 经 就是经 律 就是律 论 就是论 把它分 很清楚 满字 经律 二藏 混同 都是一样的 大圣 满字 就是大圣法 经就是律 律就是经 说讲的都一样 律教你解脱 那经也是教你解脱 这是第一种意思 第二种 根据法法经来讲 贪著小圣 执着小圣的思想 三藏学者 那么又根据 大制度论来说 处处以摩合眼 摩合眼就是大圣 处处以大圣法 赐三藏法 赐三藏法 所以说 半字 半字法 所以就是半字法 因为大制度论里面讲的 都是以大圣的思想为主 所以 这个 呵斥 呵斥这个小圣的发心 不够大 就是赐三藏法 就是赐小圣的思想 所以叫做半字法 为三藏教 问 何故不名为小圣呢 你干脆就叫他小圣呢 因为三藏教里面 含有三圣的全法 所以不可以专门指示小圣的 因为他还有 其他的大圣菩萨的全制 的教 全教 横化菩萨嘛 所以不可偏名为小圣 因此叫做三藏教 六十七页第一行 上面解释名字当中 经字没有解 只有讲律跟论 经字没有讲 现在要讲经 吉祖云 范怡 修多罗 修多罗 把它刮扶起来 现在是讲修多罗 刚刚啊 我们忘了 倒数的二四六七 倒数的第七行的下面 有个阿比坦 一云阿比达姆 那个阿比坦 也要画一个框框 阿比达姆 也画一个框框 为什么呢 皮尼画框框 阿比达姆画框框 修多罗 也画框框 那就是要经 这一段是讲经 讲律 讲论 讲经 讲律 讲论 好 六十七页 第一行的中间 范怡修多罗 中国话叫做法本 一切诸法之本 出世善法 出世的善法 言教为本 出世间的善法 是以言说 教化为本 翻译成中文叫做 契经 契合圣人所讲的 那这个道理 那么就是契离 契经契离 契基 契合众生的 根基 这个契基 就是合 合于众生的根基 那么有的人 那么 讲课学问是很好 可是他讲课 依照学术的角度来讲课 讲一讲 讲一讲的话 底下的人 他不要听 实在是讲得很好 可是他不要听 因为他很枯燥 前两天 这个 祖母法师的 马来亚的徒弟来 他也说 这个 在马来亚或者是新加坡 录音带 不得了 那个实在是太多了 到底有多少 没有办法算 当然没有办法算 每次从台北来 或者是台中来 那些都是 哦 师傅现在那个电视台 地视台 都有放录音带 他说 我如果看到这个佛教一直蒸蒸至上 是无愿以足 急功尽瘁 死而后 人生已经过得很安慰了 当我把眼睛每天闭上来的时候 在外面就不晓得多少众生 这个尖端科技实在不可思议 我人没有出气啊 就可以 这个录音带录音带 这个书就可以 对很多很多的众生 这个是感谢科学家 爱迪生 他发明了留声机 后来才发明 在外面这个录音带 这个新加坡讲 cassette 或者这个 tape 太好了 是不是啊 释迦摩尼佛当时在世 哪有什么录音带 对不对 要不然整个全世界都 释迦摩尼佛度玩了 包括不要说讲印度 中国都度有录音带 拿过去听嘛 所以我们现在的弘法 不可思议 对不对 只要产生一个法师 就等于观世音菩萨千遍万化 为什么 我们到哪里都有录音 它不是一样吗 对不对 这太好了 我很高兴 我的高兴不是说 因为我的成就高兴 不是这个意思 我完全没有什么叫 就是这个弗法 一直一直这样流团 这是非常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 我觉得非常安慰 也很高兴 所以这个弘法 最主要是契机 契机啊 契机啊 契机 和一二地 契机要和一二地 真地跟俗地 契机要伏笔 三根 伏就和 复合一上中下的三根 所以这个弘法很难 就是这样子吧 弘法很难 要当法师是很简单 要上台的 每一个都有办法上台 你要讲的这个上中下的根器 都能接受 那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 又关经书引 经则训法 训常 训法 就是说 很有真理 训常 古来 大德的教训 叫做常 这道理是一定的 经则训法 有真理的存在 训常 这就告诉你的 古从古流传到今天 这个常 都是这样传下来的 凡胜之所鬼 则训法 这鬼就是像铁鬼一样 有一定的形式 没有一定的形式 那就乱了 谋外不能改换 就是常 谋跟外道不能改换 这个叫做常 经则油也 是由圣人经供我所宣 所以说经也 又经律论三 各有所权 经权定学 律权戒学 论权会写 经律论 如果是这样子 那么应该是以批尼戒律为宣 为什么以阿罕为首 教以引起教之次 阿罕为宣 是释迦牟尼佛一代的识教 小圣是开始 从小圣开始 修行之初 目差为少 那你要修行 那当然要所重戒律 那你不吃戒律 那就什么都不必谈 目差 就是波罗丁目差 翻译成中文叫做 别别泄脱 吃一条戒律 能解脱一条的痛苦跟束缚 不会着急 将来来世的痛苦 所以这个目差 也就是别泄脱 别别泄脱 也是戒律的意思 所以说 如果 这样的意思就是 如果拿佛陀的教化众生 那是以小圣为先 但是如果就修行来讲 每个人必须以吃倦为先 这个是说非行使 这并不是说 此时说是非行使 这是依佛所说的时间 来定次第 而不是拿修行来定次第的 所以又精通五人共说 拿五个人 第一个是佛 第二个是生文 第三个是天 第四个 这个仙 那是化人 天人 再来就是仙人 或者是化人 那就是五种人 精通五种人 佛生文 天 仙 化人 这个都是 可以称为精 下识 印定 下面四种 就是生文 天人 仙人 化人 这四种 所以下识 佛是排第一个吗 下识就是指 佛底下的四种人 生文 天仙 化人 精佛的印定 印定 就是佛底下这四种人 经过佛的印定 都可以明佛所说 所以叫下识印定 下识印定 他这个文字 因为太简单了 实在 普通人实在是看不懂的 所以还是需要法师的 需要法师的 什么下识印定 你怎么知道他在讲什么 就是说佛底下的四种人 经过佛的印证 都可以称作经 也就是明佛所说的 律为佛制 借礼是佛所制的借礼 所以降佛以外 不许错识 如履业 真法 讨伐 至天之处 意思就是说 智礼 作业 真法 打仗 打仗就是真法 打仗下命令 都是国王 意思就是说 借礼 必须 以佛为主 所以说降佛以外 就是佛底下 就是等觉以下 不许错识 根本都不够资格讲 菩萨不够资格定戒力 那何况罗汉呢 那凡夫就更不用讲了 所以就是 礼乐真法 至天之初 意思就是 例如古时候的 治理 作业 或者像周公的 治理作业 真法 我们昏价 就是从周公开始的 昏价 这个周公啊 他悟到 他觉悟到 这个一个人的情欲 不好控制 如果我不管他 好好的 这个治理作业 把他制定 一个人只能讨一个老婆 这个社会会乱 但是要经过一定的形式以后 然后呢 公正这个大大大 大家来知道说 他结婚 这个是许可的 然后经过政府的认同 那这个就变成结婚 结婚 要不然社会会乱 所以周公 治理作业以后 那么 这个周朝 兴旺 八百年 不得了 不得了 他有规矩可行 他不是规矩可行 治理作业 他知道我们人的欲望 不好控制 所以一夫一妻治 如果说不制定的话 那完蛋了 完蛋了 那在路边看开 你好我也好 不来啊 你不差 所以说圣人还是很了不起的 输到你这个欲 不好控制的欲 给你一个固定的对象 就是夫妻 夫妻 是释迦牟尼佛 顺世俗之道 还是有这个家庭的居士 家庭的居士 这一关不处理的话 社会大乱 天下大乱 而论通 通佛寺灭后 论就是通佛寺灭后 经历论的论 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 弟子跟弟子互相讨论 记载起来的 也叫做论 文句 《九引出药经》里面说 佛在波罗奈 那就是在这个地点 最初为五人 说这个契经修多罗 那就是经账 那就是第一部经 在波罗奈 为五人说 佛在罗耶奇 最初为虚提纳子 说毕尼藏 虚提纳子 虚提纳子犯淫见 毕尼藏 这个虚提纳子 是释迦牟尼佛 出家的一个弟子 徒弟 剔度以后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承到十二年以内 没有一个弟子 犯戒 因为他没有自戒利 没有自戒利 释迦牟尼佛 这个比丘戒 是犯了以后 再自戒利 这个虚提纳子 出家以后 仇忧烦恼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自己 跑出来出家的 那么他是已经有老婆的 他是已经有老婆的 那么这个当年苦物不收 就是说不收成 不收成 没有收成 那么因为他结过婚 没有留下一个一纸 半年都没有 所以那一年 在闹饥荒的时候 就拖拨 这虚提纳子 认为说到别的地方 拖拨拖不到嘛 我干脆回家拖拨 我至少我有老婆 或者是母亲 看到我没有饭吃 看到这个笔记 没有饭吃 就一定会供养我 那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 回去以后 因为他没有生儿女 这个他的母亲 就把他 叫他拖的那个媳妇 来来来 你的安 现在刚好回来 安 刚好回来 你就非得给我 生一个儿子不行 就把他两个人 就弯进这个财房里面 一刚开始 这个虚提纳子 抗拒 不要不要 后来 这个都会这样子的 所以说三行不进 三次跟他的老婆 形影 这个时候因为 释迦牟尼佛 没有自戒律 后来他的仇有烦恼 虚提纳子 哎呀 这样做得不太好 怎么样 后来释迦牟尼佛 就制了这个戒律 说虽然 就是你的老婆 出家以后 也不可以 所以就制这个戒律 后来就真的 生了一个儿子了 后来也跟佛出家 赠阿罗汉国 真是有厉害 这个太厉害了 佛当时再次怎么会那么厉害 那么了不起 随便一个三次出家 就赠阿罗汉国 太厉害了 那个 那个他的笨 所以这个虚提纳子 不犯戒 因为是第一个 第一个人 以这个姻缘 来制这个戒律 所以第一个 不算犯戒 不算犯戒 佛在 披射里 弥猴江边 最初为 把妻子 说阿必谈杖 阿必谈 对治 那就是因为 那个杀 犯杀戒 杀戒 进去 砍杀了六十几个人 杀死了六十几个人 修六十几个比丘 六十几个比丘 因为佛陀教他们 修不进观 修不进观 结果他们关照了 这比丘修行不进观 又觉得身体 很不好 那么这个 八戒子以前是 杀鸡杀猪的 有没有人 这个修不进观 来 你断我命 我给你一根波 就是你把我的生命 杀死 我一根波 这个 给你 刚开始 这个杀戒的时候 因为杀了几个人 那个刀沾满了血 然后到江边 洗这个刀 洗这个刀 洗这个刀的时候 这个魔王 现身地站起来 站在这个河的旁边 赞叹 哎呀 比丘比丘 你真是了不起 你真是了不起 你能够他们在最痛苦的厌恶这个射身 因为修不进观 知道这个不清静嘛 把他除掉 这个命 你功德无量 他以为是佛化身的 我杀人还有功德 回去就拿一只大刀 一只大刀就对了 来 要一波给我的 我通通满你的愿 一下子联系杀死六十几个 韩斯遍野 那时候没有枪 那枪就完蛋了 这时候比丘 几千两百 阿罗汉 都要担死了 佛啊 就自戒 不足 不可以杀 不可以杀 虽然他杀了六十几个 可是不犯戒 因为第一次 第一次 第一次 不犯戒 释迦牟尼佛讲 这是术士的因缘 所以虽然杀了多那么多人 不犯戒 不犯戒 也就是说 我还不犯戒 第一次 那已经两千多年 这个优待已经过了 优待已经过了 这个时间已经过了 所以他是阿比坛 就是对峙 就是讲这些 讲这些 不静观 五庭心观 阿比坛 就是对峙法 所以知道 别有阿比坛 阿比坛杖 是佛所说的 五百荣汉阶级 明相细解脱经 后来 广集法相 乃名为论 乃名为论 所以这三藏 通通通可以叫做 佛所说的 那么如果说 佛所 佛所明经 那么弟子所做 明论 一王而以 王就是一项 都是这样讲 方便讲 如果说 佛 说的 叫做经 弟子所做的 叫做论 一王于而 就是一项 都是这样讲的 再来 这个三藏教 所全的法 为是 刚刚 一开始 是讲三圣 二全 二地 三全 因果 四全六集 三圣 二地 因果 六集 是三藏教 所讲的 好 是教 全 把笔拿起来 全 就是显示的意思 词教 是显 显示出 生灭 四地的道理 也就是说 三藏教 专门在讲 生灭 四地 苦 为什么要苦呢 生 亦 灭 三项 生 亦 灭 三项 迁移 假设 如果你根气够的话 这句就大车大悟 世间为什么会苦 就是无常 生亦灭 一刚开始 亦就是 暂时停留一下 灭 到最后就没有了